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昌朝的红蛮案 并称晚明三代一案 若有探究一公案 还要追溯到万历朝 名神宗朱义军宠爱郑贵妃 长子朱长洛备受冷落 出位也迟迟未定 后防止郑贵妃阴谋篡夺夺夺 东林党人请求尽快建立储君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 朱长洛备立为太子 及后来的名光宗 光宗出即位 郑贵妃孔光宗念旧院 顾县妹于光宗所宠李选世 请立为皇后 迁到乾清宫 经朝臣力争 光宗谨封李选世为贵妃 明太昌元年公元1620年9月1日 只当了三十天皇帝的光宗朱长洛病死 这时的李选世仍欲居乾清宫 大臣刘易主 周家摩及御史阳连 左光道等孔李选世邪太子及细宗朱有效盖者 在私立建太监王安的协助下 以李选世非皇后 不能居乾清宫为由 请李选世仪宫 在西宗即位的前一日九月五日 刘易主 方从者等 右立宫门立请 李选世不得已 李选世仪宫 御史阳连以东林人士为核心的外形 在王安为首的私立间的配合下 基本上控制住了局面 但不久形势急转之下 魅中前一火竟变劣势为优势 将东林人士一网打尽 形成了长达七年的专权乱政 考察天气朝政局的变迁 宜公案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明西宗珠由孝 西宗珠由孝的生母和光宗的正宫去世较早 故光宗珠常落死后 西宗珠由孝变成了孤儿 虽然西宗惧怕李选世 但李选世毕竟抚养过他 光宗在民中前曾命风选世为皇贵妃 其义也是想为小皇帝找一个托妇人 所以说在内庭 能够起到节制作用呢 只有李选世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 东林党人对光宗死后的证据 缺乏冷静全面的分析 没能理解光宗的意图 迫不及待地清除李选世 造成后宫无主的局面 魅中前李选世一致月兰公后 迟迟不被册封 这时后宫无主 欲审家继春尚书指责东林党人 这时的东林党人意识到情况不对 但西宗珠由孝利用东林党人对李选世的敌视态度 公开表态自己对李选的仇恨 恶指言论 将为李选说话者一概归为李党 可以说这时年仅15岁的小皇帝 已经不受外庭的制约了 在这种情况下 魏中贤一伙人承虚而入 趁势弄权 掌控了孤佑无依的顽童皇帝 使得天启年间的宦官乱政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参考人县 一 吕士鹏 明代的党政 明史研究 一九九七年零零七二 任访 明末的党政与三案 文史知识一九九四年零一七三 张献博 在论移工 中国诗研究 二零零二年零三 七编辑 继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赵培文 欢迎订阅继我努 沙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